8月中开市两项交易案 巧巧震动半导体业界 群装光电位在南科5.5代厂 宣布以新台币171.4亿元出售 对象就是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 另外美光以81亿元 直下友达台南三座厂区 以及位在台中厚礼建物设施 不愿而同共同点就是着眼先进封装 那我想未来呢 对于在台积电扩充先进封装的一个产能 以及作为下一个世代先进封装的研发的基地 那么顺货是在未来先进制程的预备 它的一个厂区 那么都能够提供相当的一个益柱 工研院产科国际所总监杨瑞玲分析 台积电拿下群创5.5代厂 将有利于台积电团队加速面板及封装制程技术研发 不将先进封装不足满足客户需求 另外美商美光 趁面板厂活化土地资产的时机 扩大投资台湾 占助于前段晶圆测试 美光呢 急遇那么想要超越这个SK海力士 那当然也希望能够这个 强下在这个HBM产品的一个摊头榜 那可以看到美光还是持续的 会以台湾为布局的一个重心 美光库厂不排除与高频宽记忆体领域 强化优势有关 业界预估 未来美光在日本生产HBM将送到台湾 由台积电将HBM产品 与辉达的逻辑SOC封装在一起 出货给AI伺服器的下游厂生 同时也能积极抢入台积电旗下 COVAS先进封装供应链行列 目前大家觉得说 从2023年至少到2027到2028年 AI都会是半导体成长的一个主軸 晶片还有后面的封装测试 这个一大串基本上就是目前半导体资本支出的一个重心 台积电日前表示COVAS产能持景情况延续到2025年 台积电找上谁作为合作伙伴 更与三星在机体全球封装测试版图的全面竞争大有关系 两大厂房出售交易 透露产业新走向 新短期是王冠林沈为童台湾台北采访报道